最近好多粉丝朋友问我 起盘KB52和A老狗海王星3pro该如何选购 北极视频将给您一些参考建议 起盘KB52它三个招都是使用的轴心导轨 打印的时候会更加的稳定 平台是使用了310的大尺寸平台 一次可以打印非常多的模型 而海王星它的价格便宜 还有36点的自动调频 特别适合新手 我的推荐建议是 如果您有3D打印机了 想要再买一台 那么我更建议买起盘KB52 因为它的打印尺寸大 而且轴心导轨真的挺稳定的 如果您对3D打印机完全不懂 注意完全这个词 是一点点都不懂 那么我会推荐海王星3pro 因为它有自动调频 可以在调频方面节省大部分时间 这两台机器打印质量 我个人觉得都是差不多的 在转角的地方 该有成文的地方还是会有 这两台机器对比MK3s是不如的 MK3s它的主板是要好于这两台机器的 但是从性价比角度来说 这两台机器都有足够多的性价比 简而言之 您是老手选择KB52 您是新手选择海王星3pro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打印质量如何 其实我已经打印完了一步了 可以看一下 这个打印质量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也许视频看的不是很清楚 后面等我这个虎王装配好了 我会分享更详细的制作过程 喜欢KB52有轴心导轨 但是没有自动调频 平台更大 海王星3pro有自动调频 平台要小一点 价格也便宜一点 但是它使用的是微轮 我们可以看一下轮子这里 已经有磨损了 我个人觉得两台要不都入手了吧 再来一台MK3s也会更好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机器可以选择 只要关注打印机不会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